凌晴幽冥 草木葱翠 天海尽头的碧海苍灵 经过几百年的修整 终于恢复了歇旧观 哲言行色匆匆的身影出现在了碧海苍灵的结界外 他已经数不清这是近两个月来自己的多少次往返了 两月前 他跟着东华江凤九代至碧海苍灵 碧海苍灵及天地玉秀 凌晨又是其中至金志纯之处 东华选了契泽最为浓郁之所 画出一方金银剔透的冰棺 将凤九小心地收于其中 又做了最稳妥的结界 自己在一旁截炉日夜相守 哲言五日一诊 悉心尽一者本分 最头疼的是除了细致分析凤九的卖案 倒还有如何劝东华好好吃药 如今既已知晓当日东华的反世之伤始终未愈 乃是因为凤九受邪色影响之下失心头的药 他的方子便十分明确 还有在战场胸口所受的自伤 虽看着可不却没什么疑难的地方 麻烦只麻烦在乃是以九尾湖断尾所化的利刃 伤口不易好些 两相亦综合 哲言的要是早就配好了 奈何病人始终不配合 三天打雨两天晒网 宁愿自己咬牙忍着 也不愿日日灌一碗 接一碗五花八门的苦药 末了 只能扯了凤九的大齐压他喝下去 起初一个月尚书稳定 凤九虽不见大好 倒也没有大坏 细教之下还是有些敬意 直知这点静意与东华焦灼的心情相比实在乏善可陈 但好歹还能叫他边喝着苦药调养耐着继续等待 这与二人都有弊意 哲言略绝安心 隔了一月 变化来时略有些突然 先是哲言发现凤九的脉象略有波动 尽管变化十分微弱 但之前还有静意 这次却只是维持了个不过不失 彼时他不想过于大惊小怪 想着即便是致病也有平台期与反复期 也许这便是了 因而只是皱了皱眉并未声张 后来两次诊外 哲言格外仔细 却发现凤九的脉象虚浮 色而无力 不仅无改善 四笔前次还要差些 还有腹中的胎儿 胎心也有些微弱 哲言诊霸 心中咯噔一下 不免有些不好的预感 东华见他神色微变 自然不会放过 但问清缘由 却是抓着凤九的手盖上不说话 梁九方问哲言 可有办法 哲言经了几次 确认心中已然确信 老是摇头 九丫头如若清醒 还有些办法 只是现在这状况 怕是不仅孩子不保 他自己也 东华低着头 摩缩着凤九的手道 倘若没有孩子 小白可能缓解 哲言虽有些惊讶 却也知他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 在狐狸洞里 预言又止的问话就是端倪 当时未说出口不过是还没到这当口 他倒是颇能理解东华的想法 与其一损俱损 不如弃足保车 只是 但凡父母 谁又愿意将孩子作那被舍弃的足 哲言沉吟了一番说道 如若没有孩子 九丫头的情况自然可以好些 不过 这日子算来已经不短 胎儿已然成形 此时 于母体会有些损伤 好在此处有灵犬 我事先做些准备 这是让九丫头在灵犬中好生调养一番 应能于身体无碍 东华望着哲言 浅淡的眸子中肆无甚情绪 好 这个决定我来做 孩子的事我亲自来 你只需负责给小白调理就好 日后小白恢复了 你也无需告诉他 你 你当真决定了 哲言瞪眼瞧他 不想他念头转得如此快 给你五日准备 可来得及 东华问 好 那就五日 哲言自觉有些跟不上节奏 但这个境况他亦不是没想过 作为医者总要做最坏的打算 事已至此 倒不如行动起来 他们分头做准备 约定五日后一早在时工中碰头 事业 东华在灵犬边默默望着 泉中闪着幽光的冰棺出神 作为孤孤单单长大 一路踏着累累 枯骨立于六界之巅的尊神 他没有那么多机会柔长迁转 寒情默默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犹豫彷徨 辗转反侧 小时又弱 弱不自立自强 请客便葬身先妖魔怪之手 待到长大 日日在战场淬炼 若不坚毅果决 如何从生死间腾挪闪转 到后来 快刀斩乱娃成了习惯 行事做事自有了自己的方式 世人之所以举其不定 无非是两个选择一般好或一般坏 假使都好 他便选受益者更多的那个 假使都坏 他便选受害者更少的那个 而他自己通常是剔除在外的 因此 于外人看来 关乎四海八荒的大事 他四举重若轻 信守年来 取舍得十分爽利 回看几十万年的神生力 能让他真正举其不定的事并不多 一件是放下凤九开 星光结界与秒落大战 另一件便是在线下的近况中 选择放弃孩子 以他此前的原则 其实都可以抉择 只不过在抉择中多了凤九这一环 让他觉得应要慎重些 但无论哪件 总要有结果 如果一定要痛 他希望是自己 第五日清晨 东华将凤九一到十宫中 凤九被湿了昏睡觉并未醒来 他的脸很白 往日红润的嘴唇如缺了水的花瓣 一般有些皱缩 连一间艳丽的凤雨花也暗沉了许多 他如此了无生气地躺着 让他觉得陌生 东华已经好久没看到他温柔凝望的样子了 他想念他明亮璀璨的毛子 想念他眉目浅浅的微笑 想念他轻力婉转的嗓音 他想他现在就睁开眼睛 一如往昔地搂着自己的胳膊钻进怀里撒娇 他喜欢他红着脸滴滴的叫东华 也喜欢他带着脚匣的神情 黏匿的叫夫君 无论哪种他都喜欢 但他此时 必须做一件他会悲痛心伤 生气愤恨的事 为了他的小白 他特意显在静寂的清晨 连鸟儿的叫声都还寥寥的时候 明明让他觉得此处只有他们俩 对不起 小白 他俯下身 轻轻地在他额尖和唇上吻了吻 不过他已有些隆起的腹肩 他只见拧起紫色的竖法 一团隐隐的光被包裹在紫盲中 光团微微地跳动 像一颗小小的心脏 扑通扑通 有些微弱有些急促 似乎感受到来自父亲的温暖 光团像只小狐狸一样 蹭了蹭包裹着的紫盲 带着天生的依恋 这让东华瞬间觉得双眼有些酸涩 小家伙 没了娘亲 你可怎么办 可是 为了娘亲 父亲只能 如有机会 父亲再来找你 他亲了亲那个小光团 狠狠心 慢慢地握紧了手掌 那团光还在掌心颤动 石海中那个小小的 模糊地意识懵懂地望着他 又渐渐尾顿 他觉得心口很疼 两滴泪落在手背上 兴起的石宫在原来的旧址上 除了草丛里道夫的两处断壁残垣 再无什么能看出当年于混沌神雷下 翠原的惨烈 石宫中的不知众林花了不少心思 只因东华不爱换用惯了的东西 这里语言先向了十足时 哲言穿过节界进入石宫 看到的便是一尊雕塑般的东华 凤九娥在踏上 东华坐在他身旁 他思意如既往地冷 哲言却觉得今日的东华格外沉郁 从脸色到眼神都是 你 哲言尚未将话说出口 东华已淡淡地开口 孩子的事 我已处理妥当 方才小白不怎么舒服 我度了歇修为给他 又为了歇血 你寄来了就替他瞧瞧吧 哲言没想到他还没等自己来就动完手了 不怪是这么个表情 灯下立刻将准备的药剂与器具拿出来 着手给凤九诊麦调理 他见东华行动间胸前衣巾上透出些血迹 不由说道 你这几日是不是又没吃药 伤势有了反复 东华似有些恍惚 不要紧 我这便去 你给小白看诊就好 我稍后就来 说爸转身去了外间 哲言体谅他今日作为父亲的心情 也不计较 专心喂凤九诊起了脉 因这番调养十分关键 哲言整完脉 配好了药 建议东华这次放入冰关道可以时日长些 让药物作用缓缓发挥 身体与神魂都好生静养 不如以一月为期 届时他再来看顾 东华沉吟了一会儿 也未反对 只说自己在此守着 有事再递信给哲言 哲言点头硬了 临出碧海苍灵 他鬼使神差地回头望了一眼 见东华正看着凌晨中的凤九想着什么 他嘀嘀地叹了口气 再过了一夜来 哲言发现凤九的情形确实略有好转 少了孩子的负担终究还是不同的 只是神识的恢复依旧十分缓慢 东华看着清俭了许多 哲言之他又忘顾了自己的告诫 懒得再说 只把药往他手里一扔 东华万不经心地将药搁在桌上 正色道 我准备过两日关闭碧海苍灵 回泰成功一段时间 这半个月 叶华几次来信 与我缺人渺落尚未消失这件事 他说以着人注意六界的动静 但暂未发现有用的线索 请我回去商议 那就丫头这里 我有预感 渺落不会折服太久 你且按两个月的时日替小白调养 平日我会来此照看 灵犬与碧海苍灵的结界 我亦会造得更稳固些 别人也经不来 你回去后再替我找一找一只小白的法子 我希望他都能恢复好 两个月后我们再会合 也好 东华这话并非信口开河 近几日来确然心有所感 他在碧海苍灵的飘渺仙气中 嗅到了山雨欲来的味道 此番渺落若在出击 必不是竟针对青秋了 也因此 虽有了万全的准备 他心中仍隐隐觉得不踏实 临去前夜 他在灵犬前站了半宿 隔着荡漾的水波 他随时都能准确地找到凤九的位置 有个念头图如九天玄雷刹那间照亮了他 他想 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 何不一事